第二点 老法师说 佛在经论上说的非常清楚 也说的非常多 如果我们托一个人的财物 结罪比较轻 将来还债还一个人 例如公共授丝 像世间人所谓的贪官污吏 他倾斗的是人民的税收 国家的财物 那结罪的人要还债的人 是所有的纳税人是他的债主 那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 我们看看债主是谁 债主有多少 国家的公共授丝 债主是全国人民 你说怎么得了 什么时候能够还清呢 那比这个更严重的呢 就是常住物 就僧团里面的财物 地价菩萨不应激里面说的好 佛说五逆十恶的罪 佛有办法救度 但是你拖到常住物 佛不能救 为什么 因为实验里面的公共授丝 这些财物 它的范围是死方常住 债主比一般国家人民多 近西公骗法界 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混 这个债主数量 比我们整个地球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还要多很多倍 这个数字没有办法计算 所以青朵试验 烟糖财物 不知道这个厉害 不晓得这个果报 我们读佛经 深入经账 才明白这个事实 好 好